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就是吕俊杰事业和家庭的亲密爱人 确喜 应该还是她的内心身处 或者她的独立个性 导致了她想做这么一件事情 想做一件就是在那个旧社会 女子做不了的事情 还是她内心所想的 我觉得确喜这个人 本来也是一个那种 不是把眼光 就放在后院里的这么一个女人 她还是事业心比较强的 如果我的银行开业一个月 来银行开户的不足一万户 那我就把您所有的资金 全部都退还给您 戏里边的王大娘 在她的指点和帮助下 她开成了第一家银行 您今儿在我这开户 打算存多少呢 先存一万两吧 在那样一个暗流涌动 复杂纷繁的年代背景之下 确喜如何创业成功 她都具备了哪些成功的因素呢 我如果能够知道 一个银行家能够具备 什么素质的话 我就成为银行家了 但我想象中的话 应该是一个非常综合的 各种工具品质都必须得具备 确喜也不是说 对于银行这一块 什么都不懂 因为她从小 他们家就是张家口的 第一大钱庄 她是开钱庄的 所以她跟银行这块 应该是不陌生的 王大娘对我来说 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因为没有她呢 我可能未必会知道 自己的潜力 到底有多强大 知道怎么赚钱 就是说你怎么才能 让所有的人 把钱存到你的银行里边 然后呢 你又要把这个钱 存到银行里面 去给更多需要这个钱的人 就这样一点一点一点这种 有了闲内住的帮助 我们的主人公吕俊杰的商业之路 才能越走越宽广 夫妻俩真可谓 她帮助我来 我帮助她 我们以德堂 最好的一处房子 在大街的正中央 送给你 你可以在那里 开设一家分口 其实抛开蜻蜓这一块 要看我给她这个钱 我自己能不能有收益 能不能赚到钱 但是修商台 时间长 风险大 我为了储户的安全 我也不会把钱借给你的 好 算你说了好 就凭你刚才这几句话 你这个金元银行 将来必定能够发达 毕竟是在张家口 做的是这个生意 你也不能完全说 自己家里人 就没有任何的原则 我肯定还是要看 她这个项目 到底能不能让我赚到钱 在这个前提下 我可能才会去选择帮她 这是干吗 给你修德德堂的 知道你现在缺钱 这是我们金元银行 带给你的 老规矩 三里的息 行 我现在心里 只有银行的事 其他的我什么都不愿意想 为什么要办银行 办银行还不是为了挣钱吗 挣更多的钱 所以一个挣钱的银行 首先就得想办法 让人家把钱存进来 然后呢 你再把池子里的钱 再放出去 给更多需要钱的 并愿意去支付服务费 剩下的事情 就是你要有一个强大的心 要能抗击打能力 如果是吕俊杰投资失败 那我该怎么办 就怎么办 扛着 声声扛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